最近中国初的第一个3A游戏黑神话悟空总销量超过500万份 按理说这种体量的游戏300万基本上就回本了 现在卖了500万已经赚麻了 根据统计啊 游科在游戏上线的第一天就已然回本 这份游戏的开发总成本是3到4亿 现在挣了15亿 去掉分成30%就是10.5亿 可以说是大赚特赚 而且该游戏在Steam的首日在线峰值为220万玩家 这个数字意味着该游戏打破了今年1月 幻兽帕鲁制造的210万玩家在线峰值的记录 成为了Steam史上在线玩家数第二高的游戏 当然也意味着现在天庭有220万只孙猴子在大闹天宫 另外280万准备周末闹天宫 一个天兵平均要达50个猴子 有人认为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能火 单纯是因为中国人支持国产 其实不只是这个原因啊 事实上购买该游戏的海外玩家也不少 现在外网就已经爆发了关于孙悟空到底有多强的讨论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 巴黎奥运会和外国的游戏评级机构功不可没 当然这里说巴黎奥运会功不可没 并不是说网上已经被玩烂的 施托岭青师去巴黎表演这种梗啊 而是因为巴黎奥运会大量政治正确内容 已经点燃了大多数人对政治正确的反感和怒火 同时在黑神话悟空发售之前 由于这款游戏里面不包含所谓政治正确以及神丑的内容 导致大量所谓的评分机构表示这个游戏缺乏多元内容 所以不能给高分 这下苦政治正确久矣的海外玩家们发现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游戏竟然胆敢违背美国资本的意思 不搞所谓的多元化不搞所谓的政治正确 结果就是这个第一分反而成了最好的宣传 有一句话说的比较粗俗但可见没问题 美国政府可以炮制一万个谎言 让所有人觉得美就是丑 但是人是欺骗不了自己荷尔蒙的 说一件讽刺的事情 其实原本西方国家对中视或者说东亚式审美是不感冒的 他们更喜欢那种更张扬更特立足形的东西 但是现在美国政治正确搞得过于离谱 以至于西方民众被迫学习接受东方式审美 因为再怎么看 那东方式审美那也是审美这件事情本身的产物 而政治正确干脆就是神丑 很多人都说要追求文化输出 那所谓的文化输出并不是对外灌输那些古董一样的文化 有的文化你自己都不喜欢 又如何让外国人共鸣呢 真正能打败一种现代文化的就只有另一种现代文化 或许现在西方国家还没反过来 但是按照目前中国现代文化发展速度走下去 美国文化霸权走向撕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一旦美国的文化霸权和文化认同分裂了 那么美国这个国家举于走向分裂和内战也不远了 事实上现在的美国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这种趋势了 感谢观看